带着他的精简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修复版》在威尼斯展映 而两位男主角也没闲着 夏宇以及耿乐那两个人也在北京参加了这部电影《修复版》的放映活动 说来啊 这部电影让17岁的夏宇获得了三个最佳男主角 可是19年过去了 现在再说起夏宇呢 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你会不会介意别人都说 你就是拍《阳光灿烂的男主角》夏宇 干嘛要介意 我本来就是啊 干嘛要介意呢 为什么介意呢 可能好像对于你来说就没有那么多的代表作 像比较那样的节目 没有那么多 有就行了嘛 干嘛要那么多呢 1994年 凭借《阳光灿烂的日子》 17岁的夏宇拿到了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 自那之后 夏宇进入中戏学习表演 毕业后才开始接戏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 夏宇虽然每年戏约不少 但因为饰演的角色而获得关注的时候却不多 如今提起夏宇 大家最熟知的还是那部《阳光灿烂的日子》 对此 夏宇倒是很坦然 那这部电影让您获了三个影帝 那当初拿到这几个影帝的时候 是不是还挺沾沾自喜的 就沾沾自喜到谈不上 就是挺高兴的呗 因为其实获奖对我来说都是很意外的事啊 我自己其实就是 我对这些电影节说实话 我当时也不是一个职业演员 我说实话对这些电影节也不是太了解 所以也不知道他们的分量是什么